在民国的历史上 张勋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 1917年已经是民国六年了 可是张勋不但自己还留着大辫子 他所统帅的武定军也是人人留有发辫 以示效忠大清王朝 所以张勋又被人们称作是辫帅 这一年六月在接到黎元宏进京调停的总统令之后 辫帅张勋亲率了六千辫子军急忙北上 一心想实现自己多年拥亲复辟的梦想 1917年6月6日 一列火车从江苏徐州轰鸣启程 沿金浦铁路隆隆北上 打着大总统黎元宏征召调停的合法旗帜 张勋和他的辫子军精神抖擞 心情向急速后退的窗外援眼 恨不得插翅飞到北京去做拥亲复辟的开国功臣 假如我要是能够让皇上复辟的话 那我就是开国功臣了这个 所以这个人就是被失踪心了 被假象所迷惑了 实际上就是被别人当的公主使了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当然他脑子里面残存有封建的毒素的思想 在作怪 就是一直觉得有皇上天下就安定了 他是这样一个想法 为了这个开国梦 早在5月21日这天 张勋急发密函 邀请各省都军速来徐州召开都军团会议 会议之上 张勋极力兜售自己的倒离复辟主张 众人纷纷附和 特别是段祺瑞的私人代表徐树征 当场表示 只求倒离不计手段 拉别人当枪使了 就是他是开这个会的时候 你包括段祺瑞也派了代表 冯国昌应该 我现在不记得 他到底发不发的代表 实际上就基本上就得到暗示了 就是他要支持他的这个 实际上段祺瑞非常坏的 因为段祺瑞他就是引诱张勋 你把伏辟这个字做了 然后我再打击你 然后我再重新上台 此时自名得意的张勋 深陷伏辟梦中 哪里能识破段祺瑞的心机手段 他一门心思只想稳住黎元洪 讨来调停令 于是张勋假装助离排断 秘密致电黎元洪 支持罢免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务 孤立无援的黎元洪被彻底蒙在鼓里 把手握两万多辫子群的张勋奉为救星 急召辩帅进京调停服务院之争 没想到自己的总统令发来之时 习州会议已经商定完毕 一致支持张勋进京后 先解散国会 再行倒离复辟大计 那么呢 所以他在这种背景下呢 就是召开那个都军团会议 他是想结盟 实际他很希望这种结盟呢 就是很稳固 但是实际后来证明实际是非常不稳固的 就大家怀着各自的那种心思来参加会 其实有的就是来望风的 其实就当时啊 并且有的就是了解了解 大伙呢 各自的想法啊 刺探情望啊 实际就是观望 很多人都是在观望 会议结束时 性格粗鲁的张勋心里隐隐犯着嘀咕 他深知这帮都军军头反复无常 于是多了一个心仰 当场命人拿来一块黄绫子 要求赞同自己的都军们 在上面鲜明为证 以防空口无凭 可能就是徐志昌没表示意见 剩下人都同意 我好像记得是 剩下人都同意 因为徐州会议上 就我这我记得特别兴认 段祺瑞派代表去 他自己也没去 他也派代表去 那上有的签字 有的他再派代表签字 之后张勋开始紧锣密鼓的部署北上事宜 安排心腹爱将张文生留守老巢徐州 此时由于重兵不便进京 两人于是约定了一个暗号 一旦复辟事成 张勋便会发来电报 称速运花四十盆来京 此店一到 张文生马上发兵四十营 开往北京相助 张文生点头应允 表示绝不无事 1917年6月7日 张勋率军抵达天津 虽然只有一步之遥 但张勋不敢贸然进京 他下车专程前往办公馆 想再次探寻一下 段祺瑞对于倒离复辟的态度 因为以前在应该来说 张勋在政治舞台上 还就是一个地方的人物 那么只有这一次 他才走到了政治的中心的位置 那么所以他在天津市 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 包括见段祺瑞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步 因为段祺瑞毕竟是在府院之争 就暂时败下来了 那么他认为 一定能跟他站在一个战线上 去反对黎元洪 所以据说段祺瑞对他 在口头上也是表示支持 两人见面之后 段祺瑞根本不提张勋 支持黎元洪罢免自己的事情 一会儿拍着桌子 大骂离贼专权误国 一会儿又拍着胸脯 表示力挺张勋 紧紧驱驱离 为国除害 但最终却甩下了一句话 你如复辟 我一定打你 张勋以为是玩笑之语 大咧咧地告辞而出 看着张勋离去的背影 段祺瑞暗暗得意 其实他的真正用意是 借张勋之手赶走黎元洪 自己再入逐北京中书 而一旦张勋胆敢拥倾覆弊 自己将立即适时讨逆 赢得再造共和的美名 后来历史的发展 完全按照段祺瑞 那一套操作的那一套办法 去做的这个 所以那个张勋实际上是倒霉蛋 那个 倒霉蛋就是完全是变为工序了 拉枪使了这个 此时的张勋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枚棋子 在段祺瑞的正着棋盘上 越走越远 见过段祺瑞之后 张勋底气更足 急不可耐地准备拔兵北上 却遭到了正式太太曹夫人的阻拦 史称 急易静 张勋退入内室 曹氏率其子女及张宠妾 跪于张前痛哭 求其急反徐州 他带兵走之前 曹夫人 他那个妻子 曹夫人带全家给他跪下 说这事成不了 因为什么 因为 在徐州开发会以后 段祺瑞派的一个代表 和一个是谁的代表 在那谈这个事 就是说 就是说 他只要一副闭 咱们就 就就烦 这事被他的一个私人的张文生听见了 张文生告诉了 也告诉我奶奶了 所以奶奶带全家人跪下 觉得不能复辟 谋算多年的复辟美梦 马上梦想成真 张勋兴奋不已 哪里还听得下家人的劝阻 第二天 六千扎着大辫子的辫子军开到北京城下 张勋稍作停留 随即赶往总统府 要求黎原红立即解散国会 否则不负调停之责 一听此话 黎原红如五雷轰顶 终于意识到自己请来了一尊翁神 此时对于黎原红来说 这真叫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刚罢免了段祺瑞 又迎来了要解散国会的张勋 而且这日盼夜想的旧星 现在根本是变成了灾星了 更糟糕的是 请神容易送神难 张勋气势汹汹 竟然要求三天之内解散国会 而且没有一点回旋余地 六月九号 辫子军进驻至了天潭仙龙潭一带 直接把刀架在了黎原红的脖子上 看着拖着长长大辫子的张勋 本想借狼屈虎的黎原红 此时终于明白了 自己一指诏令 惹下了他天大祸 黎原红无计可施 只能幻想满足张勋解散国会的要求 以阻止他进一步拥倾覆辟 否则自己就是颠覆共和的历史罪人 但是解散国会的命令要想生效 除了总统本人正属同意之外 还必须要有内阁总理附属签字 而新任内阁总理李京熙 一直躲在天津不敢上任 黎原红只好找代理总理伍廷芳 伍廷芳怕单骂名 异口拒绝 黎原红又以七死五朝书 出任外交次长为条件 再次让伍廷芳附属签字 不料伍廷芳大怒 斥责黎原红侮辱他的人格 此时的黎原红沮丧万分 终于知道当总统是一件古差事 而这个总统我们知道 他不赚钱 黎原红的这个曾经抱怨过 他每个月倒贴三十万 当一年下来他倒贴三百六十万 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他因为他是国家院士 这个对于一个我们说政治家而言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对他政治生涯的一种讲手 所以说有这个机会他必须要出来 而张勋听说黎原红已就范 就缺伍廷芳签字 于是派人来威胁伍廷芳 此时的伍廷芳已经双耳失聪 却丝毫不为所动 这位中国第一个刘洋法学博士说 只可辞而名不可数 头可断而法不可为 无奈黎原红又派人去天津 找半月前刚被免职的段祁锐 段祁锐当然说 我已经下台了 哪有附属的职权 那么我们从 北洋政府的他的这个更替也可以看出来 哪个系统这个军队战据上风了 那么大总统基本上一般都是从那个系统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 那么就是谁军队更厉害一点 那么谁就来当这个所谓的当这个阵 这时张军兵戎相逼 黎原红急得要哭 最后还是副司令江朝宗愿意帮忙 黎原红如见就行 赶紧任命他为代理总理 总算签署了解散国会的文件 1917年7月1日 当夏日暖阳照进紫禁城太和殿上时 在张勋等人的拥戴下 年仅12岁的大清末代皇帝溥仪宣布复辟 民国六年改元宣统九年 终于当上了开国功臣的张勋 自封首席义政大臣 兼任直立总督和北洋大臣 加次紫禁城骑马 我们反常规的就是说 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军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个人的信念 我们现在来看 那么这个信念也许好也许坏 但是他确实就是很忠于中国的这种传统 他觉得溥仪就是他的皇帝 那么他给他干事 他就要忠于他 更可笑的是 黎元宏因为还政有功 居然被张勋下令册封为一等功 黎元宏怒不可遏 总统府依然高悬共和五色旗 7月1日这一天 黎元宏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连发三道电令 一是要求各地立即讨伐国贼 二是宣布启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三是宣布游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章带行总统之权 第二天 黎元宏进入日本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1917年的7月1号 溥仪登基 这下子两边都不闹了 段祺瑞他们都跑了 黎元宏也下台了 挣钱的性质都变了 后来段祺瑞跑到马场 在天津的马场进行试试 带着这帮部队又打回来 段祺瑞见借张驱离的目的已经达到 便以奉令讨逆为名 于7月3日在天津马场适时起兵 讨伐张驯 没几天 辫子军兵败如山倒 张驯慌了手脚 立即致电各省都军赶紧发兵增援 结果无一人响应 无奈 他只好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 让远在徐州的新副爱将张文生 速运花40盆来京 结果他这司令在徐州不带着兵在徐州 他主要兵力还是在徐州 他才带3000人去复辟 那怎么可能成呢 就被收买了 他发过电报以后 比如他说我要十片兰花 就真给他送了十片兰花 在段奇瑞讨逆军的猛烈进攻下 辫子军不堪一击 很快一败涂地 张勋战败 逃进荷兰使馆 短短12天的复辟闹剧 就此草草收场 1917年7月14日 段奇瑞在一片再造共和的赞叹声中 雄啾啾气昂昂地回到了北京 赴任国务总理 而此时的张勋 亦如惊弓之鸟 为了便于逃出国外 辫帅居然剪掉了 他爱如命根子的大辫子 眼见四面楚歌 张勋想到自己手中还有一个法宝 那就是徐州会议结束后 各省都军签字赞同复辟的 那块黄段子 上面还有段奇瑞 亲信徐树征的大名呢 没想到铁证般的黄段子 早就不在了 徐州会议的这个大家是在一个黄仇子上签的字 这个仇子呢 让他放在他的那个参谋长 叫万省市 放在他手里让他保管 冯国章花了二十万大羊 把这段子买下来 从那参谋长手里买下来 给毁了 黎原红辞职之后 段奇瑞立即电促冯国章北上就职 据说电报上只有寥寥四字 四哥快来 终于冯国章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民国代理大总统 在徐州会议上 冯国章的秘书长胡思源明确表示 冯副总统不反对复辟 而等到张勋刚一进京 冯国章立刻发出通电 警告张勋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后果自负 后来张勋果然中计 参与进来开始搅局 这背后的推手不言自明 而最后的赢家当然是冯国章段奇瑞 这两位北洋大佬或名或案的上下其手 借用张勋之力赶走了黎元宏 双双登上了民国权力的顶峰 1917年8月4日 冯国章终于来到北京 代理中华民国总统 在这之前 对于是否北上就职 冯国章纠结不已 如去北京离开自己的地盘 有可能像黎元宏那样 被段奇瑞控制 不去北京 段奇瑞又有可能趁机 把持中央政权 思虑再三 冯国章开始调兵前将 首先宣布调任李纯为江苏都军 为自己看守老朝南京 同时 着升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 升任江西都军 接替李纯 再加上湖北都军王战元 十人称为长江三都 冯国章他一直以江苏以南京代表为大本营 他的势力范围主要的就涉及到湖北 江西和他的江苏 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李纯 江苏中李纯 他是冯国章的女婿 他是有这样一个亲情之间的官业在里面 经过一番苦心布局之后 冯国章才坦然北上 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共同执掌北京政权 由于张勋复辟赶走李纯红取消国会 临时约法也随时变成了一张废纸 段祺瑞复职后 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由此激怒了一个人 他就是孙中山 把南京临时政府奉为正统的孙中山 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 在此期间 孙中山成立了备受争议的中华革命党 并与宋庆龄结为抗例 沉寂落寞两年之后 趁反对袁世凯称立之机 孙中山于1916年5月 携仆任宋庆龄返回上海 伺机东山再起 这个时候孙中山实际上一直在政治舞台上 已经毫无机会 他就可以在日本 可以给这个宋庆龄 多生几个孩子而已 但是历史给他留个什么机遇 那就是孙中山 袁世凯 你遇到多少事情 你别这么搞 叫他一蹭地 护国战争一爆发 孙中山几会就来了 机会总是在等待着有准备的孙中山 这一年护法运动爆发 1917年7月19日 在前海军总长陈碧光的支持下 孙中山从上海南下广州 拉上西南军阀陆荣庭 唐继尧 收拢了一百多名 散落各地的国会议员 找开非常国会 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 自任海陆军大元帅 举起护法大旗 宣称要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虚假共和 重建新生共和的民主罚统 因为有了罚统 就是你执政只有合法性 有了这样一个根据 就是别的反对力量 你没有办法反对它 它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没有这个东西 随时有可能被别人把你攻下去了 所以必须要造罚统 你看段继瑞拒绝恢复林主约法国会 那孙中山扛起了护法的大旗 所以那段继瑞就没有办法了 你假如段继瑞说我要恢复 我同意恢复林主约法国会 孙中山他不可能是造他的反的 所以法党非常重要 这就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为了壮大护法声势 孙中山还想到了隐居天津的前总统黎元洪 一天他叫来了护法军政府新任海军总长 程碧光 富尔低语了一番 程碧光频频点头 他会以微笑 深深被革命领袖的深谋远虑所蛰伏 如果是林渊宏能够站到孙中山这边的话 也是有利于共同的反对段继瑞 而且他希望力量越多越好 团结更多的力量 当时来说的话 跟孙中山南下广东的当时的议员 的确是有一批 但是还是不是很多 他希望更多的人 因为黎元洪毕竟还有一批人 还是拥护他的 原来当年黎元洪曾服役北洋水师广甲剑 其实广甲剑管带正是程碧光 程碧光见黎元洪气宇不凡 故带之甚厚 后来黎元洪当上了民国大总统 向内阁总理段祺瑞力见程碧光 出任海军总长 黎元洪担任大总统以后 他就不忘他的就是顶头上市 广甲剑的管带 曾经担任广甲剑的管带的 程碧光 他就任命程碧光为海军总长 后来在1917年 程碧光和孙中山联络 决心就是要阻止护法运动 南下广东阻止护法军政府 在这个行动中间 程碧光就派了两艘军舰 北上到了唐姑 准备迎接被段祺瑞赶下台的李元洪 共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听到孙中山大元帅的指示后 程碧光立即派出两艘军舰 北上天津 准备接应老部下兼老上级的 李元洪南下护法 谁知 精明过人的段祺瑞 早有准备 可惜的是呢 当时这两艘军舰到达唐姑以后呢 被段祺瑞派兵扣住了 李元洪南下的这种行动呢 未能实现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遗憾 不然的话 李元洪和孙中山联络 共同护法 恐怕六十一个局面 看到孙中山在南方以护法为幌子 冲着自己摇旗呐喊 段祺瑞气冲懂牛 决定武力镇压孙大炮 第二次南北战争 一触即发 其实中华民国军政府 或者说是护法军政府的成立 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 两个太阳 一南一北 再度陷入到了分裂和对峙当中 孙中山所发起的护法运动 实际上是向百年前的中国民众 发出了一声呼号 中国到底向何处去 是走向民主共和呢 还是走向独裁专制 面对护法运动的爆发 南北分裂的局面 民国代理总统冯国璋 国务总理段祺瑞 将会如何应对 这两位北洋大佬 会一心一意 携手共同来对付南方的 孙中山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